早前有22個月大的女嬰染疫後出現腦炎 究竟免疫功能比較低 還是有其他問題呢 如果是一歲多兩歲的嬰兒 先天不足 抵抗力差 最近染疫後是很危險的 馬上變成腦磨炎 所以證實了一個問題 不打疫苗是不行的 連嬰兒也很危險 所以不打疫苗不防疫是不行的 最近發生了22個月的女嬰問題 實質上之前兒童醫院已經有很多例 所以現在政府和兒童醫院鼓勵 加上帶嬰兒去打疫苗 這的確要做的 打了疫苗就有保護能力 演繹後都變輕症 容易醫 但一定要看醫生 讓醫科醫生檢定了 你的嬰兒是非常健康的 才去打疫苗 應該是安全的 為何有些嬰兒沒有問題 有些嬰兒有呢 的確是提出體質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帶你的嬰兒去 在醫科醫生檢查一下 他的抵抗力 或者是有沒有先天性的雜病 如果有 快點醫治 快點調理 我們對這些嬰兒這麼小 如果發覺先天不太好 抵抗力差 經常很容易窩吐 又不想動 如果體質藥 我們很流行懷山打粉 煲粥給嬰兒吃 這是健康的 提供免疫系統 這是非常好又簡單的 張醫師 政府宣佈六個月以上的幼童 可以接種疫苗 很多家長都擔心有副作用 在接種疫苗之前 有甚麼中醫的保健方法呢 因為不打疫苗 在接種疫苗的時候 嬰兒都很危險 政府推了六個月以上 可以接種疫苗 現在接種疫苗 科興只有1至80歲 都是接種疫苗 應該來說是非常安全的 但在接種疫苗之前 一定要先見一見醫生 這麼小的小孩子 如果我們發覺 他們是體藥 而西醫又查不到 有甚麼疾病 沒有甚麼遺傳性 但你想說 將他的體質提高一些 免疫系統提高一些 去打穩陣一些 我們有些 這麼小的穴位就沒有 平時我們好像掃背脊 背脊是膀胱經 好像有BB 膀胱經 我們好像掃奶 掃背脊 這樣掃 輕拍拍拍 這些也好 摸頭 這些是保健方法 還有我們有一個 脊椎治療 就是拿脊 在脊椎上 用手法 媽媽做的 拿脊 這是保健 提高免疫系統 commemorative身 孩子躺在這裡 家長在背部 на脊椎 摺上脊椎 摺脊 這是個兒童補健的 很好的方法 是嗎